歡迎你鎖定 重視新聞 全球報導來關心 今天本土新增了5108例 和昨天相比又多了16例 而中重症也增加16例 不過最重大的政策轉變是 居家隔離政策確定要改成3加4 也就是確診之後的隔離 是變成了3天 而接下來的4天 只要快篩陰性就可以出門 包括了你可以外出去工作 或是採買必需品 但是禁止到餐廳內用 或者是去參加大型活動 另外因為確診的數字太多 各個縣市改為重點疫調 不會再公布確診足跡 25號本土確診新增5108例 截至24號最新居隔人數 已經達到8.7萬人 下午指揮中心延後4小時才舉行 因為指揮中心光速通過 居家隔離貼數從10加7天 一下子放寬為3加4 明年開始所有的居隔的貼數 就以3加4 居隔中的4月27號 已經超過的就開始了 居隔行止3加4天 居隔者1到3天一樣在家隔離 若第4天快篩陰性就可以出門 並且每天快篩 後4天才自主防疫 除了不能參加大型活動 不能到餐廳內用 以及避免到人潮擁擠場所 其他都可以正常生活 外出工作採買必需品 只有全程必須佩戴口罩 其他幾乎與正常人無異 但不能上課 但有專家認為 這一下子放得太寬了 專家黃高斌也認為 一下子放寬成3加4太凶猛了 建議縮短為7天 觀察2天後再縮短成5天 一下子從10天降到3加4 民眾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變化這麼大 居隔放寬3加4 行政院在24號晚上 才拍完確認方向 25號上午指揮中心 就與各縣市開會 下午再進行專家會議 再由各地方政府確認後 一天內就光速定案 這個政府他只有一直放 一直放 一直放 一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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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林勢必也認為 居隔3天有點太充了 卸間斷5天或7天比較合適 到底要切在3天5天 有些國家像紐西蘭是切在7天 5天之後當然還會有漏掉 三天我們會驗到一半以上 第四天 第五天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幾人 都會被排除掉 天天驗 排除的可能性是大增 專家擔心居隔天數放寬3加4 定案過於草率 更怕的是陰轉陽病毒 就會在社區越擴越大 既然要社區越操作人 台北也才逢不到